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元宵節快到囉! 為了讓長輩可以快樂過元宵,健康吃元宵 我們特地請本院營養科陳崇穎主任 為大家介紹健康好吃的豆腐湯圓的做法 讓我們歡迎崇穎主任! 大家好,在這邊跟大家拜個晚年,虎年行大運,祝大家身體健康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健康做元宵 我們要做DIY,元宵主任 這個是我的小幫手,營養科的實習生元元 大家好 元元,你知道我們冬至要吃什麼呢? 冬至要吃湯圓 那元宵吃的是什麼? 元宵 那你知道湯圓跟元宵的差別呢? 就從製作方面來看的話 湯圓的製作方式就是把糯米加水 然後捏成團 中間再放入餡料 搓成圓 就完成湯圓的製作囉 那元宵的製作呢 則是把餡料沾水之後放在糯米粉上面 搖啊搖滾啊滾 滾元宵 滾成不規則的圓形狀 這樣子就完成元宵的製作 然後從口感上面來說呢 元宵的口感會比湯圓還得較有嚼勁喔 好,那在這邊呢 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要吃元宵 或者是吃湯圓的話 有四個要安心吃 那不管是元宵還是湯圓呢 它的主要食材呢 都是糯米做的 所以我們在吃湯圓吃元宵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要細嚼慢咽 要慢慢吃 那怕的呢就是怕噎到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吃的時候 一定要配湯或者是開水 這樣子就是怕避免去噎到 那再來的話 因為是湯圓 我們要合家一起吃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避免說噎到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萬一真的是噎到的話 我們可以立馬實行哈姆伊克法之外 也可以去打119 當然我們不希望這樣的漢事去發生 那最後呢 還要注意一點的 就是說我們不管湯圓 再怎麼好吃 我們一定要吃 那個吃的部分量一定要適量吃 那因為它是糯米做的 它會脹氣 所以我們一定要適量吃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我們的重頭戲 我們要怎麼做食 我們要怎麼做元宵 那首先我們是先介紹器具的部分 那器具的話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有湯鍋 電子秤 還有的話就是瓦斯爐 還有鋼盆的部分 就是器具的部分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元宵的食材 第一個最主要的就是糯米粉 糯米粉 這是最主要的食材 那第二個就是老年人 我們要增加那個蛋白質的攝取 所以我們用的就是嫩豆腐 好 那第三個再增加我們的鈣質的部分 所以就是用鮮奶 好鮮奶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的粉皮 我們的粉皮就是外皮的部分 我們主要的食材就是有糯米粉 那我們要為了讓它的顏色 五顏六色 我們就是用五形的部分 我們的食材我們就是上色 天然的色素的部分就是有黑 白色就是糯米粉 那黑色的話就是竹炭粉 那再來的話就是紅色的部分 就是紅麴粉 那再來黃色的部分的話就是南瓜粉 那綠色的話就是抹茶粉 這是我們的五形的湯外皮的顏色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餡料部分 那餡料的部分我們採用的就是植物油 植物奶油還有我們的高鈣的芝麻粉 好來 那我們開始還有的 開始我們的黑糖 薑糖的部分 那我們黑糖 薑糖的部分 我們採用的就是薑片 還有我們的黑糖 還有黑糖 那在這邊呢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有血糖的問題 如果有血糖上面的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用健康的果果糖 或者是木果糖來取代黑糖的部分 它不會去影響到血糖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血糖的問題的朋友們 可以用這樣子的取代黑糖的部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開始來介紹我們的健康的 元宵的DIY的做法囉 好 那首先我們來做內餡的部分 那內餡的部分 就是先用奶油跟我們的芝麻粉 擴在一起之後呢 擴在一起之後 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把它冰在冰箱 冰在冰箱 讓它固定成型 這是我們的內餡的部分 好 內餡做完之後 我們就是來做外皮的部分 那外皮的部分呢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把牛奶 用米粉 跟我們的嫩豆腐 擴在一起之後 然後再上我們的五 五形的顏色 把它做成這樣子五 五形的一個湯皮的部分 好 這是我們的外皮的顏色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搓湯圓 那搓湯圓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開始 捏一個外皮 就是捏我們一個大小的 一個湯圓的外皮 來 我們先把它搓成一個圓形 搓成一個圓形之後呢 來用我們的大拇指 捏一個凹凍 凹凍完之後 來我們就把我們的內餡 一個內餡 然後腰進去之後 來我們就開始 搓湯圓 就是搓啊 搓的搓成一個圓形 大家一起來搓一下 然後手部運動 腦部運動 大家一起DIY 好 然後把這些東西 把我們的粉皮啊 外頭都搓完之後呢 要做什麼呢 當然 我們就是要開始 進廚房煮湯圓囉 各位朋友們 健康的豆腐糖圓說法 您記住了嗎 沒有記住也沒有關係喔 我們會把做法放在我們醫院的FV 歡迎您點讚 點閱跟分享喔 我們每天都會有不同的內容更新 接下來是現場的觀眾朋友們的品嘗時間 在他們等待品嘗的同時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元宵節另一個重要的習俗就是 蔡登明 我們歡迎朱真榮護理長為我們出題 大家好 接下來呢 要進行我們元宵節的另外一個習俗 就是蔡登明 大家呢 會在螢幕上看到 我們總共會出三個題目 那 最快 最快 最答對的 朋友呢 我們就會 請小編呢 送上精美的禮物 那 現在開始呢 我們就會進行第一題的題目 一朵花兒手中拿 日曬雨林也用它 要拆一個日常用品喔 請大家儘快把答案 上傳到我們FV粉絲團 並且要記得按讚留言加分享 這樣子我們小編就可以很快 聯絡到大家 送精美禮物給大家 第二題要拆的是一個國日 72小時 在這邊呢 我們提示一下喔 一日是24小時 那72小時總共是幾日呢 要拆的是一個國日喔 也請大家儘快把答案 上傳到我們的粉絲團 第三題 我們要拆的是台灣的一個地名 題目是雨後春水 這是一個台灣的地名喔 也請大家儘快把答案呢 上傳到我們的粉絲團 海上請大家一定要按讚留言加分享 謝謝 謝謝 各位朋友們 你們都記住答案了嗎 記住題目了嗎 記得在我們的FV上面 會有我們的民體 跟剛才的食譜的分享 現在呢他們都品嘗了 我們來問一下他們吃的 是不是滿意啊 阿姨 阿姨 吃的覺得口感如何啊 很軟很好吃 比一般的單元不一樣 喔 看起來我們的長輩們都吃得很開心喔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祝大家有消息快樂 掰掰